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都是一定会波动的 那另外就是说一般的中药材也会跟着涨 增强免疫力中药包含金盈花 本来跟莲鞘鱼芯草 价格往上飙涨于两倍 像金盈花原本一斤约六百元 现在飙涨到一斤一千元 另外其他中药材像人参当辉黄芪吃干草 则是因为供不应酬价格也涨了两到三成 后续供货是否正常 还累计疫情的严重性 再做观察 三成员成员陈耀荣 台北报道